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an 虛 今天看到我們這個組合 就知道我們會講關於 現在已經12月 8日 快要放聖誕假 今次我們會講 對上一次我們今次最拍的影片 就是開學之後怎樣去準備 大家也可以按上面的連結 再看9月至11月的 溫習方法和看我們的自我介紹 今次這條影片會講 為何要準備1月的時候考的Mock 那好啦 事不宜遲 立刻開始 就算我開始先 之後再到Cherry 好啦 我們開始 沒人有三張吧 你先呢 我先啦 今次因為是關於Mock的準備 所以先說了怎樣分配 接下來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相信大家都可能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Mock 會阻礙你找DSE 起碼我那時候呢 我也有聽我的同學說 沒有找Mock 就應該跟回自己的時間櫃去找DSE 因為真的會阻礙你 Mock 也有一個範圍的 那你就要專精抽些時間去找那個範圍的東西 但我自己呢 就覺得是要認真去找Mock 那因為呢 始終如果你是有看我們上一條片 可以在這個運動 數學那條片吧 不是啊 如果你是有看過我們上一次 開學之前的準備功夫那條片呢 那如果你又很勤力的話呢 那其實呢 到目前這一刻來至呢 大部分高中的課程呢 你都應該找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可能還差一些老師未教的 一些Elective的Elective 對啦 那這些都是小小東西 其他呢 大部分你都找的了 所以呢 不怕的 用這個月的時間去找Mock 那個考試範圍呢 都是你便宜的 始終Mock都有它的價值 Mock-1其實都是萬變不離其中 就是做My Topic的Class paper 那可能你已經有一部分做過了 那你不是做一些未做過的 那你真是超級勤力的人呢 可以做書的練習啦 有用的 那還有呢 記得就是自己都要做低電路士啦 譬如你做Parse Paper做錯的地方呢 一定要記住它 那你就可以之後溫回 會再錯第二次 好了 第二件事呢 究竟溫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的原則呢 很簡單的 但是呢 那部機呢 始終都是剪掉我的頭 錯了 原則其實很簡單的 遲些考的那些科 我就會先溫到那些科 這樣呢 我就可以確保我每一個科 都找到之餘 我考前的日 也是在溫到那天考的科 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原則 應該很多人都是用這個方法 最後呢 考之前那天做什麼呢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考之前那天呢 我就看書 看書呢 有一點技巧的 有些人可能全部看一次 那我就難 所以我就只會看個 summary 但是看個 summary 都足夠的了 因為呢 我會憑著我看 summary 我會在腦袋裡 找回整個課 說些什麼 那如果你有一個位置 覺得看完 summary 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的 那就是那一段 你要再找回 而看完整個 summary 你已經明白了 那就是那一課 你的原則 另外就是自己錄事 就是做 past paper 或者做其他練習的時候 錯過的一些題目 為什麼會錯 應該要怎麼做 這些位置呢 就要自己看回 就不要在考試的時候 再犯回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犯過的同一個錯誤 要不然你就真的 扔心口也沒用了 第二件事想說的 就是各科的一些溫習的攻略 或者一些方法 都是那句 你去到這一刻 其實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相信你 所以有一點點東西 還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中文、英文 有一件事我覺得挺好 也要在這一刻開始做的 就是你要幫自己 準備一些常用的字句 不一定要是四字成語 或者英文的 idiom 總之呢 是要一些簡單得來 你又懂得用 可以讓你在考試的時候 無論面對什麼的題目 尤其是作文 都可以很輕鬆地 又寫多一次出來 即是不用考試那麼多東西 沒有錯 因為那時候已經 可能有點疼雞 就 腦袋轉不出來 就 沒有你想得來 但記得千萬不要太難 太複雜 因為呢 用錯 會用錯 就算不用錯 因為我和你一篇文的其他句子 是混合的 就變得很奇怪 所以要用你平時作文 用開的字句 不用太多 10至15句已經夠了 用不盡去 那就OK 好了 其實都沒有特別的 可能你再溫一下方法 沒錯 反而一些簡單的題目 在考試裡面 是會出現的 那些題目的步驟 反而再溫多一次 那你要確定自己 是拿滿簡單題目的分 然後就留下更多的時間 去應付最後的一堆題目 而勝負的關鍵就是 往往都在那裡 大家可以看回 上次拍的數學片 也有說過 就是書的練習 和後期的分別 沒錯 你要做的事 是要確保自己前面適合 你才有個入場券 去跟人爭高分 好了 Ls 那我先說一下 這一刻你要注意的事 跟中英文差不多 你也要背一些東西 才好入場 Ls要背的東西 就是一些時事例子 加概念 在一起的 就是你不可以只有一個時事例子 但是沒有概念 也不可以只有一個概念 沒有時事例子 因為這樣也是沒有分 對 對 時事例子後面 要描述一下 如何表達到概念 才會令到Markus 覺得你舉這個例子 是有點 之餘 又覺得你認識那個概念 最後就是那些Electives 每個都不同的事 其實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都是你自己要有錄事 是你自己之前錯過的東西 就不是說 一些關於本書的內容的錄事 因為那些你去看書 其實都可以 反而是你要跟你之前做錯過的地方 學習 很難說 大家可以留言 對 你留言問 懂得回答 不會回答 不會回答就會說 不會回答 最後就是一些 考Mark的心法 或者是心理上的東西 首先我覺得 考Mark有兩件事 是兩樣重要的 首先就是分數 所以平時做練習的分數 就不需要太介意 但反而Mark的分數 也有它的重要在 有些人就會說 學校裡面的老師改問卷 跟DSE的Mark的心法 就不一樣 就不需要太介意 即是 老師改的分數 跟DSE 接不接就是這個 所以就很難評論 對 但是 不會說差很遠 今次很高分的 那你會給你自己 今次很低分的 就可能不關你的能力 可能是你溫宣的方法 有些問題 考完這個模式之後 到真的考DSE 中間還有時間 那你就可以去改一改 運動的重點 其實或者這麼說 分數和經驗 整個流程 基本上就好像是 模擬一次三四月 和七月派成績表的時候 發生的事 而至於經驗 都是同樣重要的 那考MAC有哪些經驗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在MAC裡面拿到的 就是 首先時間控制的經驗 其實是說 你在考試裡面 時間的流動 是時間飛鎖得非常快的 即是你無緣無故 一開卷之後 就可以過十分鐘 那樣的 你進入到考場之後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你要感受一下 在考場裡面的時間流動 另外 亦都非常重要的 就是壓力測試 所以壓力測試 我覺得有三方面 首先就是考之前 尤其是考前一晚 可能會失眠 那你要找些方法 令自己可以調整到自己的心理 第二就是考緊的時候 那個心理壓力人大得不得了 尤其是你隔壁說要加指 無緣無故 一口去考就說要加指 可能是小胎腳 那這些你又要自己調控到 而越多的經驗 就是越多考試的經驗 就越能夠幫助到你 到真的考DSE的時候 沒有那麼害怕 最後就是考完之後 這個我很少人說 但是呢 考完之後 其實都有些地方要注意的 首先就是 千萬不要討論 討論答案 千萬不要 因為呢 首先你不知道是對不對 那你講完 只不過是滿足了好奇的好奇心 但是是沒用的 還有有時候呢 可能早上是考卷一 然後下就考卷二 那如果你的時間拿來 考卷一的時候 就無法卷二了 那反而更加得不償實 沒錯 除此之外呢 回到家之後呢 也會有所謂壓力的 就是因為你可能 忽然間有記起自己做錯了 或者是記得一條不懂的 題目怎麼做 那這些呢 要盡量壓制自己 不要去想了 因為你還要溫下課 所以就 這些都是去測試自己 如何去應付壓力 沒錯啦 好啦到最後啦 就是一些細節位啦 這些也是很少人說的 但是我覺得在考卷二 你也可以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方法 包括什麼呢 例如你前一晚是幾點睡 睡多久 考完之後回到家 睡不睡眼覺 因為有些人睡完眼覺 即是會頭痛 但有些人不睡 又會很難睡 那你要自己拿一個適合你的方法 要試整個行程 沒錯啦 還有吃早餐 有些人喜歡吃的 有些人吃完之後很難睡 最後就是什麼 去廁所 去廁所 考之前什麼時候去廁所 會不會去太急 會不會急事啊 那你自己試一下 那你要找一套適合自己的方法 今次適合了 去到DSE 完完整整的做一次就OK 其實考卷呢 的確是會阻礙到你下溫DSE 但考卷也可以帶到很多東西給你 所以你認真問啦 現在到我了 沒錯 在考卷之前 我在生活管理上 就沒有Alan花那麼多深層 反而因為我這書 就比較溫得慢 所以我也是花比較多深層 就去了時間分配 還有每一科的溫室步驟 那我自己習慣了 就所有東西都分類一格格 一格格去處理 慢慢逐樣逐樣去KO它 那在時間分配方面 時間分配呢 我自己就會用Excel去Pintime Table 我會覺得整件事一目了然 那我就會寫完 我是由考卷之前 現在 即是由今天開始 到到考卷期間 即可能1月20幾日 那過多月之內的每一天 可能早上8點到晚上的12點1點 真的逐個小時都寫出來 可能是15分鐘一格 或是30分鐘一格 那釋除專辯 那我的方法就是 真的數了有多少個小時 可以用來溫習 那樣 假設我數完之後 整個月是有240個小時用來溫習的 除開 那自己讀8科 那就除開每科大約30個小時 之後再按需要 就去加減每一科你需要的中數 那我自己個人經驗都是 數學和Electives 是需要比較多時間的 所以就自己再去調整一下溫習時數 在不同科目那裡 那做完整件事之後 我就將整個Excel 剛才刷了這麼大的東西 那之後就黏在家裡的門 那裡 真的天天都可以看著 那就可以很清晰 就是自己今天 哪個小時到哪個小時 是應該要溫哪一科的 那你刷了時間表的時候 就記住 要撇除自己 可能要上學什麼補課 或者可能要出去陪家人吃飯 那些 然後才好去數小 那整件事就會比較predical 那這就是我分配時間的方法 還要留一些buffer 欸欸 上次都說過 真的可能是最後一兩天 就不要編得那麼緊 那之後呢 每一科我自己大概會怎樣溫呢 如果想看分科目的影片 都可以去我頻道找個playlist 那這裡就略略去講一下 在這個時段每一科大概用什麼方法去溫 那首先呢 就有數學和Electives 那我大致上都會好像溫數學那樣 因為我自己都是比較多數理科 那所以我就會看textbook一次 之後就再做書的練習 讓自己可以很快去go through 整個syllabus 那做完這件事之後呢 就會開始做相關的paste paper 那做相關的paste paper呢 在這個階段 都是會做by topic比較多的 那再加少量的by year 就是可能在說三五份的by year 那樣 在林考Morgan之前那一兩個星期會做 那我用途都是拿來去計算時間 那還會留一些by year 就是之後去用 因為其實今次都不是打大佬 新證那次dsc 那是在說三四月的時候 近期的題型 就始終都是會近一點的 就是那個循環模式 都會和你考的那份會近一點的 那所以最棒的東西就留一些先用 那做完這些by topic 或者是by year 之後呢 那就要對答案了 那有時候可能做by topic 或者是by year 那些呢 它已經會更加答案給你 那但是就可能那個答案是 那些MC那些只有ABCD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自己錯了些什麼 或者有些uncertainties的時候 你真的想看回呢 那最好就去看看join us 那時候就數學和所有electives 我也是有買到join us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那那本書的用途就不是 就是逐頁揭 那樣的就是工具書性質 那樣的 都好像查字典一樣 就是你看到哪一年的哪一題 你真的很不清楚他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你就看回join us 那多數都是會有長續解釋的 那就容易一點理解自己錯處 或者自己不明白的概念 那到最後啦 比較後期一點 可能講的是考之前那個星期 那我就會做last minute notes 當你已經經歷完 做text book 和做 past paper之後呢 相信已經是有個 比較清晰的畫面的了 那到最後的關頭呢 就都很清楚知道自己 其實是哪件事是最需要 最後那一分鐘都看的 那我自己是一個比較沒有記性的人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是 寄的formula那些是比較難的 例如好像數學那樣 那數學呢 我自己做last minute notes 我就是寫下那些 我最難記得的formula 然後就是 臨入考場之前那半小時 在操場等的時候 真的看著那兩三張紙 就算了 就不要整本書拿去 然後這樣揭揭揭揭 因為你只有那20分鐘 然後揭揭 那一刻你個人都會很害怕 那反而呢 很氣定神癢地拿著那兩三張紙 整件事就清晰很多 你知道自己要看什麼 然後就好像很輕鬆 很輕鬆 那就不會嚇到自己 不過我們要離身 我們先離身 Jonas是我們的用後感 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 跟我們 我不是說過 我沒有羞恥 純粹用家意見 是覺得真的很有幫助 尤其是SOHO和Electives 最後就是中文 英文和LS 那這三方 為什麼我會把它加在同一類呢 因為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一條大題目 很多時候都是把所有的內容 炒在一起 那就不同數學和其他Electives 他很明確的那一條 就是在問你哪一個chapter 哪一個topic 所以 溫書方法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這三科 那些書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 比較 詳盡的解釋 不是 多分詳盡 很詳盡的解釋 那就不是句句都重點 所以 我為什麼會寫非書就是這個意思 你又不可以不看 但是 你很快速讀完之後 寫定Notes 那以後溫書 就是溫你覺得是重點的那份Notes 例如你要配的寫作手法 短詞 中文的文言虛詞 或者 Ls的概念 新聞 例如例如 那些都自己抄出來 以後就是溫那些Notes 然後溫完那些Notes 之後呢 就去操卷 那我自己操卷會怎樣操呢 現在已經不是9月至11月的上學時間 12月至1月 就比較多時間是在家裡自己全日溫書 所以那時候 自己都會每天會操一份卷 那就不要嚇到 其實我不是每天都會做完這三科的PASS TAPER 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中英的Ls加上有10份卷 除了Aural之外 其他我就可能每天會抽一份來做 小路拍場計的 你每天用1-2小時去清一份卷 那 那就會做到很多的啦 那就會做到很多的啦 就是你整個月 你平均每份都可以抽到 3次? 2-3次 是真的方便你自己入模式 如果老師好人的 你也可以給學校老師 如果你想拿多點意見的話 始終中英的Ls也有些是 essay type questions 所以就 有老師改吧 也有個意見 也會幫助到你溫書的 最後啦 第二是做last minute notes 同樣原理 其實我覺得這三科 做last minute notes 的需要是更加大的 因為 那些書真的很大本的 因為你又不是真的 你不會考之前拿一本書去溫的 這些科目 所以就 真的把精華寫在那兩三張紙裡面 其實本身呢 可能你在第一頭一兩個階段 已經有這份notes 純粹可能到後來你做完 一輪part paper之後 你自己可能想再 有些感上添花的元素去裡面 然後寫下去 令你的last minute notes 整件事更加圓滿了 然後讓你考慮這件事去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步驟很重要 很重要講三次 大致上這個就是我考慮 先會準備的 生活習慣 就是我都會看一看的 但是沒有他那麼尊重 他是超級尊重的 你說得好像很奇怪 不是啦 是因為你溫了書 就是我未溫了書 我哪有空去看這些東西 可能 是啊 不過我突然寫過 我也很少聽 好像我這樣 我剛才聽你說 常常都會看last minute notes 我想我自己那時候 考試之前那幾分鐘會做什麼呢 我是看我做 paper 錯了的 notes 就不再看書了 我每科都一定是準備兩三張A科 我就是一門部的 我做part 3是有在上面做 錯了的就是在最後那裡寫下 對 有溫習過分都不同 一百個小時我生就一百個小時我生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方法 但是就跟死了 始終各個的思維模式 有學習方式的 沒錯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裡討論一下 我們懂得答的都會答 好啦 下次講什麼 下次要講分科片 就說什麼 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要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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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西裝一樣 對 很帥 拜拜 好